你不想要求你 你不想要求你 這個人他想許願 但他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也有可能還不了願 因為他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可能撐不下去就是可能想自殺 然後他說我只能帶著我的家人一起離開 所以想請生命當好 可以讓他們下輩子能遇到好的人家 可惜我太晚認識你們了 沒辦法成家法會 我準備好要帶著家人一起離開這世界 希望你們也就是順利 他在最後要離開的時候還祝福順利 所以代表這個人是遇到了 他沒有辦法控制人 可能被詐騙了 把房子什麼都賣掉 負債了幾千萬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自己認為 要自殺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錢的事 第二個就是敢幹事的事 但他要帶著小孩離開應該是錢的事 再來就是6月17號禮拜一 很抱歉我已經是真的撐不下去了 所以就是在6月17號他還活著 然後謝謝你們可惜我沒有福氣能撐過 那在6月19號的時候 你的朋友回覆說 小幫手問問你好嗎 跟小幫手說一下你發生了什麼事 我到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都沒有訴說 再來就是我們沒有 要求他消費 6月21號禮拜五的時候 你說我是這隻手機主人的朋友 我現在才發現 他向你們求救的訊息 可能晚了一步 你竟然是他的朋友 你會不知道他要是啥 23號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又回覆說 你好聽到這個消息很惋惜 這邊有什麼事我們能協助的嗎 好來到7月7號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你們其實是第一個時間知道的 是不是沒有消費機會或能力 所以你們不在乎 我們沒有不在乎任何人 我們的訊息非常大量 如果每個人都跟我講說 我他媽要自殺 那我是不是要聯繫警方 電話就直接放在旁邊說 欸來我這個不知道誰的 他要自殺 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嗎 我完全不知道對面是誰 是不是在詐欺的 是不是只是為了引起我的注意 借錢的啦 自殺的 我都已經有點我們講的 第一我們在事前 在跟他協商的時候 第一我沒有要求他消費 第二點他雖然有把情況跟我們講 但我只有訊息 我沒有他的電話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名字叫什麼 我甚至我連他的聯絡方式都不知道 而且我們也有就是告知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事要先跟我們講 我們要先了解狀況 我沒有辦法控制他決定要自殺這件事 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裡 那很抱歉有這件遺憾的事 對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就是自殺不能解決事 真的 然後相當是無辜的 沒錯 那我覺得理性討論這件事 我們也只能就是 把這件事放在心裡面 又不是神 又不是法官 甚至不是警察 甚至不是醫護人員 怎麼做 我也只能這樣子告誡大家拍這影片 那這支影片啊 對 我不想要引起這家爭議 如果你想要引發正義 我會跟你吵 我也不會回覆 我也不會解釋 嗯 就讓這個使者就 安安息息的理康 然後把這件事也是幫我講的 沒錯 好不好 現在這裡面見